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章 第十三至十七节 那时候 耶稣又出去 到了海边 群众都到他跟前 他便教训他们 当他前行时 看见阿尔斐的儿子 勒威 坐在睡棺上 便向他说 你跟随我吧 勒威就起来 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在勒威家中作息的时候 有许多税吏和罪人 也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作息 因为已有许多人跟随了他 法利塞党的经师 看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 就对他的门徒说 怎么他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 耶稣听了 就对他们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我不是来照义人 而是照罪人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耶稣是世上最有名的人 两千多年来 他有众多的追随者 有人抛头颅 洒热血 有人成为神父 修女 有人成为奉献生活者 也有人以凭信徒的身份跟随他 跟随耶稣的方式很多 对你来说 什么叫跟随耶稣 今天的福音 有三种不同的追随方式 第一种是 不跟随 以经师为代表 因为他们不同意耶稣的价值观 反对他与罪人在一起吃喝 第二种是 表面的跟随 以群众为代表 在福音中 群众往往没名没姓 虽然一大群人到耶稣跟前 聆听他的话 跟随了他 可是真正听尽耶稣的话 被他的话转变生命 并在生活中实行他的话的人 可能寥寥无几 这些跟随者遇到困难时 就会见风转舵 放弃跟随耶稣 第三种跟随者 以乐位为代表 他一听到耶稣的召叫 就放下自己睡官的工作 来跟随耶稣 他的生命变成完全 完全以基督为中心 看见这些跟随方式 我们是属于哪一种追随者呢? 是按照自己的喜好 现实状况来跟随耶稣吗? 还是用他的价值观 活出每一天? 其实 在每件小事上 我们都可以像乐位一样 完全地跟随耶稣 比方说 不按照自己的偏见 评断别人 试着清净讨厌的人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软弱 控制自己 易怒的脾气 克制自己的贪欲等 当我们在每件小事上 都有意识地跟随耶稣时 我们会渐渐成为 基督真正的追随者 以他的思想 价值观 态度来生活 并且将生活的基督 传递给其他人 请品尝圣言 莫想乐位听到耶稣的召唤 马上起身 放下一切来追随耶稣 也在生活中 活出圣言 今天晚上 不妨做醒茶 回顾自己一天当中 哪些时刻 完全地跟随耶稣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请你教导我 如何在每一天 每一刻 完完全全地跟随你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服你们 也愿我们能每时每刻 完全跟随耶稣 并将生活的基督 传给他人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